可能不喜欢听我这儿随随念 他就想挠滚一下 对对对 懒罢我都烦死你了 整天牢牢叨叨叨的 在韩国的时候 老宋每天牢牢叨叨个不停 把我们福宝翻得不行 生起给老宋一个大耳光 在韩国有个宋三岁 每天都烦熊 好不容易熬到回国了 离开老宋了 回到家发现 怎么又来个老宋 韩雄今爱好又上线了 福宝吃个东西 徐奶爸也牢牢叨叨个不停 福宝表示受够了 烦死了 韩雄就想要安安静静地吃会东西不行吗 惹到我我就打醒你们 他不是真的想伤我 他只是表示一下 别你了 我出去了 虽然福宝打了徐奶爸 但是奶爸也为我们福宝解释了 我们福猪猪并不是真的想伤害奶爸 只是有小脾气而已 想吓唬奶爸一下 想让奶爸闭嘴 不要再牢到了 徐奶爸 你这个人挺双标呀 面对粉丝你是吓得能躲多圆躲多圆 面对福宝咋那么多话呢 甚至是